于是齐木格很实在地笑道 还等好几个月才知道呢 酒附近比齐木格结婚得早 至今肚子还没有动静 府里却贴了两个格格 心里自然是不好受了 加上九二个又流连花丛 府里一堆小气不说 外宅还有一群呢 因此酒附近见齐木格幸福的笑容 不由地叹了口气 齐木格虽然想与九二个和八二个保持距离 但是对酒附近却是心怀好感的 不为别的 就凭人家二话不说到庄外住了那么久 齐木格都该好好地谢谢人家 见酒附近心情不好 便安慰道 九嫂你也别着急 这孩子的事还真说不好 说有就有了 酒附近红了眼 也一个月能有半个月回府就谢天谢地了 你也知道府里的人多呀 齐木格知道九二个那色鬼 肯定很少去酒附近的房里尽义务 就算偶尔去又没有碰到酒附近排卵期 想了想将屋子里的那些丫鬟婆子全都打发了出去 你们都先下去吧 人太多了 对胎儿不好 见曹嬷嬷想发话 齐木格说道 有酒早照顾我 没事的 再笨的人也知道 人家是有机密要讲 于是全老实地退出去了 酒附近抹了抹眼泪 笑着说道 瞧我呀 是来给你道喜的 怎么说起这事来了 师弟妹 这怀了孩子 可得注意饮食 多吃些补品才好啊 当齐木格得知 自己确确实实地怀孕后 首先想到的就是饮食 一定要确保胎儿吸收足够的营养 而如今的医疗水平毕竟有限 没有办法抛福产 因此必须在兼顾营养的同时 还得控制胎儿和孕妇的体重 齐木格当下便按照这个要求 制定了孕妇食谱的指导思想 多喝牛奶 多吃水果蔬菜 适当地增加粗粮 多吃鱼肉 至于那些补品 通通地锁进库房 谁知道吃后 会不会怀个巨大儿呢 到时候铁定难产 见九福静关心饮食 齐木格便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表示自己已经非常注意了 然后便开始盘算着怎么开口 毕竟和九福静 还不算是闺中密友 想了想 封低头说道 嗯 九嫂 我问一个事 你别挠啊 九福静点了点头 齐木格压低声音说道 九哥 每个月欠你房里几次啊 九福静脸上没了笑意 低头不说话了 齐木格心想 看来几个月去一次的可能性也有 便问道 九嫂 那你能想法子把九哥叫到你屋里去不 九福静疑惑地抬头看着齐木格 齐木格红着脸说道 这怀孕哪 一个人总不成啊 九福静有些悲哀地说道 哪能那么巧就有了呀 齐木格一看有戏 忙说道 只要你能每个月将九哥叫你屋里一次 我就有办法 九福静不可思议地看着齐木格 激动地说道 啊 你有什么法子吗 多亏了前世的朋友全都晚孕 一个个从准备怀孕到怀上 花上了半年到一年的不等时间 这期间大家都显得心浮气躁的 纷纷对自己的生理机能产生了怀疑 那几年里 朋友间的每次聚会都成了怀孕技巧讨论加交流会 齐木格想不听都不行啊 结果后来当齐木格的一个高中同学准备要小孩的时候 齐木格这位未婚人士居然当起了指导老师 于是齐木格准备帮可怜的九福静一把 得知他的月经周期很有规律 便再次当起了受孕导师 九福静也顾顾得害臊了 听得津津有味 偶尔还要求齐木格再重复一遍 大概过了一个时辰 齐木格总算的大体传授完毕了 河水说道 嗯 九嫂你一定要记住 前两日呢别让九哥接见女色 实在不行的话 我找十眼将九哥哄到我府里来 让他哥俩聊一夜 九福静听了大喜 本来要在特听的时间将九阿哥请到自己的房里就很困难了 若是再让他前两日不和那些莺莺艳艳艳的接触 那简直就是难于上青天了 十弟妹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了 说着 九福静又红了眼睛 齐木格笑着说道 九嫂 我讨扰你的时候 可没你这么多礼 不过你到时候得提前给我送个信 免得师爷这边出什么岔子 九福静当即便和齐木格一道算出了自己的排卵期 但是没过两天就要过年了 大家都是非常的忙 九阿哥不可能和老师喝茶熬夜聊通宵 便将计划定在了下月时时 末了 齐木格又想起道 对了九嫂 这个法子可能也得一年才能见效 你可别半途而废了 齐木格不知道 他的好为人师却得罪了八福静 大年三十儿 老师进宫吃年夜饭 因为太后太爱 齐木格被留在府里静养 老师的三个小妾都没有资格与太后和康熙一起辞旧迎新 并在府里陪着齐木格了 虽然三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但是老师发出建设和谐府邸的指令后 尤其是在老师对他们的刻意打压下 三个人之间竟然相互和谐起来 而且在齐木格的面前又恢复了最初的无害模样 齐木格知道 老师对这三个人也担负着责任 不论自己闹与不闹 这三个人将永远存在于自己与老师的中间 因此齐木格只得无奈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在三个人禁足欺满后 只是加强了监督他们对外面的联系 至于其他的齐木格也只有本着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的原则 齐木格将之称为伟大的妥协 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和美国的建国者相提并论 燕红他们尽管背地里不知道诅咒了多少回 但在齐木格的面前还是取义奉承 纷纷说齐木格是疑难相 投胎必定是个小阿哥 齐木格听了 也按照应有的模式 矜持中略带着满足地接受了他们的祝福 今儿年三十 三个人照例又说了许多吉祥的话 屋子里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 等年饭摆好后 齐木格笑地说道 既然是过年 爷爷不在乎 咱们没有必要讲那么多的规矩 都坐下一起吃吧 安利 燕红他们只能站着给齐木格布菜 齐木格为了自己安全着想 还是决定不白普为妙 谁知道他们会不会趁人不备的时候 在筷子上下药呢 小英子更是谨慎 将士阿格福四个女人的年夜饭 办成了分餐纸 让齐木格对他聪明的才智大为蛰伏 小英子带人布菜的时候 还专门解释过了 福晋这几日反常太大 平常的吃食都吃不下 但也不能让几位主子也跟着受罪不是 其实齐木格到目前为止 一点认身反应都没有 若不是越是依然没来 齐木格几乎怀疑派医诊断有错误 但燕红等人都是人精 虽然知道防的是什么 但都还是对小英子为他们着想的态度表示了感谢 落座后 齐木格说了一些场面话 不外乎就是总结了一年的服务 展望了明年的前景 然后以水代酒举杯祝愿大家健康平安 福晋 奴婢敬您一杯 府里多亏有您的操劳了 今年的红包发的可丰厚了呢 奴婢打开一看呢 一时半会儿都没敢相信呢 燕红喝了一口汤后 举起了酒杯笑着对齐木格说道 齐木格也笑着说道 感情红包少了我还喝不到这一口了 海棠想起了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对燕红说道 说错了话的该自罚一杯哦 燕红也爽快地说道 哎哟 瞧我这张嘴 怎么说出去就变了味儿了呢 我自罚三杯 说完 仰头干了 一副女中豪杰的架势 齐木格见他又要干第二杯 阻止道 好了 过年呢就涂个喜枪 酒也别喝得过量 不打趣你了 你敬的酒 我喝了就是了 说完 也举起了自己面前的杯子 将里边的水喝了下去 今年 虽说有能力地在府邸兜种了大棚蔬菜 但几乎都只能勉强地供应自己府邸的需求 而老实的庄子毕竟是经验足 产出和品种仍然占据了首位 因此变成了京城各大高档饭店的供应商 在齐木格的管理下 虽然庄上的产出都是紧俏货 但庄子上的管事还是一如既往地为大家提供着高质量的服务 完全没有垄断行业的蛮横和霸道 赢得了餐饮业的好评 建立了良好的口碑 就算来年多了竞争者也不会带来太大的冲击的 齐齐哈尔的庄子今年大棚蔬菜也获得了丰收 成为了黑龙江将军府专业的供应商 因为清朝不允许开发关外 在东北拥有田庄的都是王爷贝勒 而且大多都是集中在圣经一带 齐齐哈尔太过遥远 要不是齐木格当时想着要跑路 老师府邸也不会在那里置办庄子 因此至少未来的几年 齐齐哈尔的庄子将会是一家独大 这两地的十二个庄子 全年就为老师带来了一万八千两的收益 其中大棚蔬菜就占了一半 而久爱个推荐的何掌柜也确实是个人才 在齐木格完全没有过问的情况下 年终的时候老师赚的纯利润居然达到了两万五千两 这些数字看着不多 但却已经是老师开服以来收入最多的一次了 要知道前两年可全靠着老师一千三百两的俸禄 一千多两的年终奖金 和庄子上的几千两的收益维持着呢 每年总共也就是一万刚出头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些收益的前景都还不错 因此齐木格也就认着老师将红包翻了几倍 府里上下一派喜气洋洋 连老师的小妾都不例外了 海棠也说了些吉利话 敬了齐木格一杯酒 然后笑着说道 福记 我前些日子回娘家 听嫂子们说 咱们府上的洋货铺子生意可好了呢 还说全都以为酒爷赚了个盆一波满 没想到咱们府上眼光也不错呀 黄儿是个丫鬟出身 一直只是微微地笑着 在席间坐着忠实的听众 听海棠如此说 方问道 那京城不会都去开洋货铺子吧 黄儿还有娘家需要补贴 自然最在意月钱和福利了 颜红笑着责怪道 你也不想想 这洋货呀 哪那么好弄来的 听说广州啊 只有十三家商号 能和洋人做生意 整个大清都是从那十三家商号拿货的 那些货 怎么可能人人都能拿到呢 齐木格听着 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妥 但又想不出个所以然 便搁到了一边 没有再想 而此时 老师正在为此事与太子发生了争执 太子等着大家歌功颂德完毕后 对康熙说道 花马 实地今年可是双喜临门啊 儿臣提议让他给大伙敬一圈酒 不等康熙发话 老师就呵呵笑着站了起来 拱手说道 花马 这也是皇后道 儿臣助花马 万寿无疆 说完爽快地干了一杯 虽然老师说得不伦不类的 但康熙的性质也不错 没有计较老师的病语 端起了酒杯 微微地抿了一口 因太子坐在康熙的下手 老师不好走过去 便也举起了酒杯 对太子咬尽道 太子欣喜 老师这样将酒 朝嘴里灌呢 就听旁边一桌的三二个说道 太子 实地是哪两喜啊 老师不等太子回答 便哈哈地笑道 三哥 你糊涂了不成 我福尽怀孕了 这不是一喜吗 三个点头说道 这我知道 还有一喜呢 老师将酒杯放回了桌子上说道 三哥 你一天到晚钻研学问 书看多了 脑子都不够用了 这第二喜嘛 自然是我要到阿玛了 康熙吐吱一声 将喝尽嘴的茶喷了出来 见康熙带了个头 众人便敞开了嗓子 笑出声了 十四最夸张了 还边笑边拍着桌子 八个也忍俊不住 捂着嘴巴侧头笑着 九二个也笑得个欢 而且还不忘将身子 朝八个方向靠了靠 与老师拉开了距离 免得挡了众人的视线 老师见自己引起了哄堂大笑 想了想 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啊 疑惑地问着九哥 怎么了这事 九二个非常不仗义地高声叫道 三哥 你就是说十弟十几灵门 他也全都归到这事上去 九二个此言一出 老师又被一片笑声给包围了 等众人笑过之后 太子才用清脆的声音说道 这第二喜嘛 就是十弟生财有道 府里的库房 如今怕都是放不下那么多银子了 太子此言一出 机灵点的都知道 太子是来找茬的 忙正色做好 等着看戏 康熙的脸色也暗了下来 但也没有制止太子进一步的行动 九二个阴阳怪气地说道 太子 您这话说得就不对了 谁不知道我今天生意做得好啊 您这话该对我说才是啊 三二个此时计划道 九弟生意做得好 我也知道 十弟嘛 我还真没听说过 太子 十弟学九弟开始做生意了 太子说道 三弟难道没有听说过四季差吗 三二个恍然大悟 哦 那是十弟的产业 还真没看出来 十弟 你从哪里弄的那些洋玩意啊 九二个外强中干地说道 如今的洋货除了从广东来 太子打断了九二个的话说道 可四季斋的东西 瞧着却像沙俄那边来的 沙俄商队上次来的时候 我凑巧添了些摆设 三二个立刻跟进 十弟难道是从沙俄商队买的 不对呀 商队可都是一两年前的事了 康熙虽然没有拒绝和俄罗斯进行贸易 但只允许俄罗斯的商队四年来一次北京 而且至于蒙古那边进行贸易 全都是走私 虽然也有王公大臣掺和在里边 大家也都是心出肚明 但毕竟借着人家商号的名义 上下再一打点 大家也就是只是睁着眼闭着眼的过去了 可太子和三二个将老实走私的事情 挑了个这么个场合捅出来 若康熙不处置的话 那以后走私将更加的猖狂 因此所有人都认为老实肯定得弄个灰头土脸的 九二个对老实走私的事情非常的了解 知道全由何掌柜做主 也开始自责 觉得自己推荐的何掌柜太冒进了 老实前些日子一直压着的火 怕自己撤开嗓子一吼 将宋子娘娘给吼跑了 后来齐木格确诊以后 老实的心情分外的好 看什么都顺眼 整天就像坐在云端似的 高兴的晕乎乎的 别人只要不指着他的鼻子骂 他一般都反应不过来 自我感觉还特别的良好 经常将反话当正话听 可今天太子和四阿哥 非要当着众人面给老实一耳光 就算是齐木格怀了十个阿哥 老实也没有办法继续保持眩晕了 于是只见老实脸一黑 眉一挑 歪着脑袋说道 谁说我那铺子是从沙鹅进的货呢 谁的狗眼亲也看到了